嗨,您好吗?欢迎来到《会说奇案》,我是主播慧君,今天我们就从一起复杂的《借刀杀人暗中案》说起。 2017年12月28日晚上,圣诞节刚过两天,美国坎萨斯州塞奇维克县还沉浸在喜庆的节日气氛当中。 在圣诞灯的映照下,一对持枪核弹的警察悄悄地接近了一座房子,并很快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紧接着,一个警察开始对屋内大声命令道,双手举过头顶,马上出来。 听到警察的高声呼唤后,一个男人打开方门走了出来。 突然,几声巨大的枪声响了起来,那个男人应声倒地。 全副武装的警察马上出去屋里,把这个男人的家搜了个地人朝天。 可是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迹象。 中枪的男子马上被送往医院,可惜抢救无效,死亡了。 与此同时,针对这起警察枪击案的调查也立即展开。 中枪的男子名叫安德鲁芬奇,28岁。 案发签不久,才租下了这个房子居住,没有任何犯罪记录。 一个普普通通的守法公民,为什么会遭到警察的枪击呢? 让我们回到案发现场。 当时警察包围芬奇家后,立即高声命令他,双手举过头顶,马上出来。 通常情况下,警察会给高举双手的协议人戴上手铐,实施军谱。 可是此刻,芬奇的手臂却突然垂了下来。 手垂下来的这一刻,就成了决定生死的瞬间。 无数个实战的流血事件告诉警察, 嫌疑人放下手来,极有可能是要从腰间拔出枪支向警察射击。 对这个瞬间的处置,可以是立即开枪还击。 就这样,芬奇被训练有素的特警,开枪误杀了。 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来了。 警察之所以会包围芬奇的家, 是因为接到了一通十分危急的报警电话。 在对这个报警电话的侦破当中, 一起复杂的借刀杀人暗中暗浮出了水面。 警方锁定了一个关键的涉案人物, 他就是19岁的凯西维纳。 就在圣诞枪声响起的前几个小时, 凯西正在聚精会神的玩一款叫做 使命召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多人网络游戏。 这是一款颇受欢迎的第一人称经典的 射击游戏。 当时和他一起担任突击任务的 还有另外一名队员, 他就是威西托市的另外一位游戏玩家, 我们这里展且称他为队友B。 正当凯西在游戏中奋勇杀敌之时, 突然一阵枪响, 他重弹身亡。 而向他射击的居然是队友B。 凯西怒不可, 严厉痛斥队友B, 你这个蠢货, 你瞎得眼了吗? 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你。 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 队友B给凯西发来了一个地址, 并辅上了一句话, 说, 那你就去试一试吧。 凯西说要教训人, 队友B就发来了地址,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 原来, 当时在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玩家当中流行一种教训人的方法, 那就是SWITING。 这个词来源于一个英文的缩写SWAT, 意思是美国警察部门当中的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特警, 他们专门执行危险的任务, 包括拯救人质, 阻止恐怖分子的袭击等等。 疯狂的游戏玩家把SWAT加上了ING, 就演变成一种疯狂的恶作剧, 具体的做法就是在游戏当中, 当实在抵抗不住对方攻击时, 就借助于现实力量中的警察的武力来阻止对方的攻击, 于是他们就会把对方玩家的真实地址告诉警方, 谎称说在那个地址发生了严重的犯罪事件, 情况万分危急, 如果警察真的找上门去, 就会打断游戏中对手的攻击, 使自己赢得游戏的最终胜利。 凯西逼队友B交出地址, 就是想借助警察的武力, 给队友B一点颜色看看。 为了不让自己直接遣除到案件当中, 凯西心生一计, 打电话让一个叫泰勒·巴利斯的人, 为他出头去教训队友B。 此时, 这个巴利斯远在一千多公里外的洛杉矶, 巴利斯很快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获得了堪萨斯州威奇托市警察局的报警电话号码。 巴利斯在报警电话中声称, 他对准自己父亲的头部, 开了一箱, 现在正有枪口指队的母亲和兄弟。 巴利斯还警告说, 他随后会点燃房屋并自杀, 然后他就把队友B提供给凯西的地址, 告诉了警方。 警察立即赶往这个地址, 并将其包围起来, 由此而引发了开头 无辜男子中枪身亡的那一幕。 问题就出在队友B给出的这个地址上, 原来队友B深知凯西要好好教训教训他的含义, 为了避开凯西的教训, 他给凯西提供的地址是他过去的地址, 他早就搬出去了, 而现在的住户就是那个与他们素不相识的分歧。 参与一家报警的三位当事人都被起诉。 挑起事端的凯西, 因为企图销毁自己与巴里斯的通讯记录, 被控一项共谋和妨碍司法罪名成立。 他被勒领支付2500美元的赔偿金, 并在有监督的释放条件下服刑两年。 给警方直接打电话假报警的巴里斯被指控必须对提供虚假报告而导致分歧死亡而负责任。 此外, 他还被指控, 有好几十项与其他电话有关的罪名, 他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针对第三位共同被告的起诉, 也就是针对队友B的起诉, 则被推迟。 美国检察官斯蒂芬·麦卡利斯特表示, Swarting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恶作剧, 它不但不能够解决游戏玩家之间的纠纷, 而且还具有十分危险的潜在的后果。 这是游戏玩家们必须知道, 并要牢牢记住的。 好, 更多精彩的内容, 请你继续收看世界十大网络游戏新案的第四集。 另外, 请你点击屏幕右下方点此订阅或会说奇案的按钮, 这样你就能够及时免费收看我们最近的更新和全部的节目。 谢谢你的收看和订阅, 我是主播慧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